老杨到处说 在这两天 美国的这个大西洋理事会 在1月28号 发布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叫更长的电报 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政策 他没有说这个人是谁 但这报告的作者是前美国政府的高官 他很自信 把这份报告称为更长的电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当年美国冷战策略的设计师 乔治·凯兰 1946年从莫斯科花卉的长电报相提评论 那就是说新冷战 美国的政策阐述 但是他没有说是谁写 究竟是余茂春呢 还是蓬佩奥还是谁 没说 但是是大西洋理事会 在1月28号公布 那这一个更长的电报 正在海外 知识界和政界迅速传播 那就得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政策 给中国设置了更多具体的红线 当然这个事情呢 中国驻美国的这个使馆发言人马上就表态了 他这份报告啊 再一次暴露了美方一些人策动新冷战和意识 形态对抗 企图搞政权更跌 遏制中国的图谋 那作者没有写自己是谁 心怀鬼胎见不得阳光 他认为这个政策建议只会给中美关系 跟美国带来更多的灾难 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那么在昨天2月1号 他也表示这个所谓的报告 以匿名方式发表 充分暴露了一些人的阴暗心 一个懦怒的心态 他认为这个是遏制中国是知心妄想 这当然呢 也是力排了一个原则立场的表达 如果不是中国驻美使馆 和中国外交部对这一篇正常的报告的驳斥 不是有很多人即刻留意到 这个呢凯兰报告 新的凯兰报告的出现 那美国呢 刘亚伟他们办了一个刊物 叫美中关系快报 有一个叫乔乔的作者 在第92期就介绍了 更长的电报的部分内容 那么这里面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更长的电报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 这个更长的电报 对美国核心利益的描述 第二 他提到了美国保护自己核心利益的工具 当然他的条件 第三 这个报告为中国设置了红线 这个报告是怎么样来描述 美国的核心利益呢 有几点 第一 在常规军事打击力量方面 对中共保持绝对的优势 绝不允许中国的战略核武器 对军衡方面有任何的优势 和打击能力 第二 要防止中国的领土扩张 特别是武统台湾 第三 巩固扩大美国的盟国和友邦体系 第四 跟盟国一到保持经济和技术的优势 第五 维护美元的世界地位 第六 汉位在必要的时候还要改革 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的国际秩序 和他的包括民主价值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第七 防止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的气候变化 跟前面的冷战不一样 这里面还谈到了一个气候变化 这美国的核心利益 有这么几点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点 美国的核心利益 好了 再谈到怎么保卫美国核心利益的工具 他认为美国的实力 有四个基础 四个巨注石 第一 军事威力 第二 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资助的美元 第三 经久不衰的全球技术领导力 和以个人自由 公正和法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 尽管这几年 这方面有一些削弱 美国的四个基础注石 军事威力 美元 全球领导力 和普世价值 这个报告呢 对中国设置的红线 有这么几点 红线 第一 任何对美国 进行盟国使用核武器 生化武器的攻击 包括纵龙平朗采取这样的攻击 把朝鲜放在这个条件之下 不能拥有核打击和核攻击的能力 第二 任何对台湾及其周边岛屿的攻击 包括对台湾的经济封锁 以及对台湾公共设施和机构的网络攻击 把台湾问题纳入了红线的第二部分 仅次于核武器的打击 和生化武器的打击 第三 任何对日本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 比如说 包括尖阁列岛 也是钓鱼岛 以及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的 武装部队的攻击 中日关系 两个敏感点 一个钓鱼岛 一个东海的专属经济区 第四 任何在南海的主要敌对的行动 包括继续的驻岛 以及对人工岛礁的军事化 以及包括对美国 以及盟国的海军自由航行巡逻的干扰 第一台湾 在台湾钓鱼岛 南海 第五 任何对美国调阅盟国的领土主权 和军事设施的攻击 设了这五条红线 这五条红线 都在中国周边 这个乔乔 也就这个九十二期的这个作者 对更长的这个报告 有自己的分析解读 当然他认为这是美国霸凌主义 的体现 是只需 只需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体现 他认为美国的四个法宝 其实已经暗然失色 尤其是最后一点 它的普世价值 包括美元的皮洛 他引用了刘亚伟的观点 刘亚伟认为 拜登即将执政的四年 也许只会减缓 美国滑入新孤立主义的陷阱和速度 但不能完全让美国 重返在国际舞台上 可以呼风唤雨的时代 美国的不行了 你不能够再像过去这样呼风唤雨 他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 美国对世界事物的领导权和干预能力 可能就会递减 刘亚伟认为 这个对于一个全球化受到挑战 民族民粹主义飙升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世界 并不是一件好事 就美国的这个衰落 对全世界来讲 不一定是个好事 当然乔乔批评了这个最长的电报 最离谱的地方 他认为是对中国设置的五条红线 引然中国就是变成是全球最具有侵略性的国家 他认为所有的东西中国只有一条红线 那就是台湾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跟中国的三个建交公报 也对中国的立场表示认可 过去的四十多年来 双方尤其是美国 包括他遏制台湾 限制台湾没有逾越雷池一步 但过去两年 美国频繁的越过这条红线 并试图单方面的改变台海局势 那你说这个红线 北京怎么可能接受呢 我认为这一点 特别的乔乔也指出 不知道是不是对自以为 可以扮演凯兰的人的报告的回应 他谈到了另外一个人 在纽约时报的一个资深记者 几十道 那么几十道呢 长期的这个报道中国新闻 长期驻北京 有很多报道新闻得了普利策奖 那几十道在 1月31号 发表了一个专稿 叫做拜登的噩梦 也许是中国 那么这个观点呢 我在另外一个节目呢 再给大家做重点介绍 这个最长的报告 我今天要做一个篇幅 跟大家做个介绍 这个美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支撑核心利益的四个基石 然后给中国画了五条红线 这五条红线 我们应该怎么解读 怎么面对 这美国的所谓的新的对华政策 把它跟1946年的凯兰报告 凯兰电报相提并论 也就是新冷战的一个 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一个基石 乔乌最后说 这个自以为是 21世纪的凯兰报告 在他更长的报告电报中 开出了对华政策的处方 他认为呢 这个处方最终只能会让 这两个洗手可以创造和平与繁荣 分手会让东亚和全球进入经济发展 应对全球挑战的 寒冬的这两个国家 渐行渐远 但这可能就构建 拜登未来四年 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 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重视它 这个文章非常长 这个最长的这么一个电报 八十多页 英文字幕 那么我也会在 后面的节目啊 来陆续介绍他其中对 习近平这个人 以及习近平的策略 做一些分析 有没有道理不知道 反正现在我们会来 陆陆续续给大家呢 做这么一个介绍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他是什么人 老是你 老杨到处 老杨到处 老opp 老杨到处 老堅 老者 我